红狐军在四方 秋风波浪谁都可挡 大家好我是小琼 最近的央视越来越妖灭了 还推出了央视女团 以前我的心是冰冰的 现在我的心里还有凡凡和张张了 今年央视算是发力了 各种换会层出不穷 我都怀疑央视的主持除了工作就是排列了 你看这餐冰冰滴的 夏天唱儿歌奇奇般仙女 冬天竟然唱起了rap 这扣音果然是都没老铁说上了 来自东北的姑娘我来给你打个样 好吃的贼多 锅包肉上一上 冰雪覆盖黑土地 但白肉血肠暖人心 鲜香的铁锅炖大鹅 吃着贼得劲 到街边来炖小烧烤 驱散了空气 切着这一块看看夜幕下的哈尔滨 冰灯滑雪让冬日增加一点酷 就像热心肠的关东人 乐观的态度 中华没试过大精神 新出版没有乾坤 他相信美味最真 奇灰狂人大食材 酸甜苦辣豆牛爱 遨游相继的贪慰 中华没试过大精神 吃到了才有精神 美味能赶走他们 为美最富的东西 感觉要保持一动 我为你送上祝福 虽然央视女团只是业余女团 可这业务能力却是一点不差 凡山越岭队的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太有80年代迪斯库那味了 麻烦初小姐姐更是一席红群 来了一段毒物 咱就是说 央视的年会 规格都这么高吗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较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抱负点伤心 心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 照亮了我 我虽然欢喜 却没对你说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最近这两年 可是让央视掌握了流量密码 女记者一个比一个漂亮 前有冰冰 后有张张的 这位就是央视总台广东站的记者 罗平章 和朱光泉合作的舞台花木兰 也真跳出了木兰的影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得不说央视这几年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 推出的优质活动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 也让观众见到了央视的火力与朝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